你喜欢就好 姐还以为你不喜欢姐这样穿呢 不 我特别喜欢 你别傻看着了 坐呀 哦 对了 听娇娇说 你喜欢喝鸡汤 我特意给你炖的 鸡汤 娇娇姐开不会把那天的事情说出去了吧 你想什么呢 小林的 小姐姐 没什么 先喝吧 你这儿太乱了 姐帮你收拾一下 你把手吹出来干什么 有个苍蝇 小坏蛋 汤都冷了快喝吧 我一会再喝 那边再喝 随便你 这个小林子一点胆子都没有 小林子 你身上好香啊 怎么了姐 去把门关上 大哥哥我来了 小姑娘你怎么来了 大哥哥这个女人是谁 是你老婆吗 我是小林子的 小姑娘 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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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姐姐 都三十岁了吧 怎么还穿成这个样子 不像我 我才十八岁 大哥哥 你不会嫌弃我 年轻 不懂事吧 要不咱们先坐下吃个饭吧 哎呀不吃了 人家都胖了好多了 不行 哥哥你摸摸看 人家的腰都粗了好一圈呢 不 不用了 不用了 不行 之前一个李娇娇已经够了 现在又来个小姑娘 我要是再不出手 那小林子和我就一点缘分都没有了 不 不用了 哎 李娇 金汤都凉了 你快喝一下 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有点吃不消啊 李娇 你怎么了 啊 可能是上火吧 上火了可能 我可能上火了 你等着 我出去给你拿纸 好 哥哥走 我带你去隔边洗洗 哦 人呐 这个小火了已经 小姑娘 好了没有啊 马上就好 千万比低头啊 别动啊 我帮你擦地鞋 好 哎呀 你还是对我有心 看你能撞到什么时候 哎呀 小姑娘 你没事吧 哎呀 我的腰好痛呀 哎 哪里 哪里痛啊 这里 我的腰好痛呀 摸这里 是这里吗 还是这里 哎呀 不是这里 我怎么摸不到啊 哎呀 人家的腰这么细 你怎么会摸不到呢 这 你不是说你胖 还要减肥的吗 那人家是不是 该胖的地方胖 该受的地方受呀 这 这 哥哥 你说我们现在的姿势 现在干什么呀 让别人看得不好 哎 哥哥 你跑这么快干嘛 我都快跟不上了 我 哎呀 我的腰还疼呢 帮我揉揉 帮我揉揉呀 小姑娘 你别这样 让别人看到不好 我才不管能先呢 快帮我揉揉 帮我揉揉 帮我揉揉吧 黎一龙 干什么呢 我没干什么 你别误会啊 哎呀 哥哥 都被人家看见了 我都羞死了 小姑娘 你可别瞎说呀 黎一龙 大白天的 你真不要脸 哎 我没有 你你别乱说呀 哎呀 你干什么呀 这全村的人都知道 我和你干不要脸的事了 哥哥 什么是不要脸的事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 哎 我懒得理你 知道了就知道了呗 知道了 那些村里的寡妇 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了 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你瞎说什么呢 小姑娘 你赶紧回家吧 不 你不走 我就不走 你要再缠着我 我可把你扔河里去了 哎 哥哥喜欢河里 河里水脏 会生病的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一个小姑娘 脑子里想什么呀 你不走 我走了啊 哎 哥哥 哥哥 这个臭男人 都这样了 他还跑 难道他真的喜欢我姐 哎呀 哎呀 这女人太可怕了 太麻烦了 哎 林一龙 这么一个接一个的来 我的小心脏都快受不了了 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我问你 我妹妹是不是来找你了 是啊 不过 现在已经回去了吧 嗯 我可告诉你 我妹妹可是个孩子 你可别对她动什么坏心思 我怎么可能对她动坏心思 是她 想对我动坏心思了 我问你 你老实告诉我 你对我妹妹做过什么 我看你身上怎么是湿的 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做呀 再说了 你妹妹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呀 哦 那你说 你喜欢哪一款呀 嗯 我喜欢你这样 哦 你真凑不要脸 你看你看 我说了你还不信 我懒得理你 走了 哎 干嘛去 我都来这了 你还不请我去你家坐坐呀 行啊 都准备好 来我家睡觉了 你你想的没 我走了 不好 不知道缺解还在不在 你干嘛呢 走呀 哦 呀 林一龙 你还别说 你这小院子还挺别致呀 还行吧 哎 咱就在院里坐吧 院里 你这院里温的太多了 我想去屋里 去屋 去屋里 哎哎 哎 我先去屋里收拾一下 哎 一龙 哎 你关门干啥 我还没进去呢 一龙 你回来了 啊 回来了 林一龙 你关门干啥 我这个房间有点乱 我先收拾收拾啊 一龙 你站门口干嘛呀 快过来呀 你这么活气干嘛呀 人家都害怕了 林一龙 干嘛呢你 怎么还不给我开门 哎 门口是谁呀 你怎么不让他进来呀 轩月姐 你听我说 门口是我一个朋友 女朋友吧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女的 我 林一龙 你坏了没有 不开门 我踹门了呀 啊 踹门 我 轩月姐 你先躲躲 林一龙 我为什么要躲啊 这么小的房间 你让我躲哪去啊 柜子 哎 你干嘛 委屈你一下 你先躲躲 你先躲躲 一会儿就把你放出来 你干嘛呀 小林 好了 你进来吧 你怎么买头大汗 该不会是 干了什么亏心事吧 哪有 坐 请坐 哼 坐 坐 哼